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三皈依 皈依佛 佛是指引生命道路的导师 皈依法 法是增长慈悲与智慧的道路 皈依身 身是修持和谐与正念的共修团体 胎经济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早 各位菩萨同修大家吉祥 在我们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面 南北传的佛教 虽然有不同的念诵 有不同的奇情 但是我想我们要慢慢的开始熟悉全球化的共同规范 共同的仪轨 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个地方 要跟同学一起来练习一下 就是在南传佛教 也就是在佛陀的时代 离佛陀的时代最接近的时候 当时一个佛教的一个仪式 佛教的一个法会 佛教的一个共修是怎么样开始的 那么请慧琳打开一下我们今天 好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是说我在1995年的时候 拿到了一群禅师 他有一个五戒持送仪轨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来讲 在英文跟巴黎文合在一起 加上中文的部分是我翻译的 我自己配合我所了解的巴黎文的原意 那么做了一些小小的修订 那么没有修订巴黎文的意思 我是说在中文版的部分 我做了一些小小的修订 因为一群禅师当初这个翻译是在香港 由香港的弟子们 帮忙翻译的 那后来我又做了一点小小的修订 就中文的部分 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三称佛号是南母本师 释迦牟尼佛 那我现在以后我们除了中文的这个三称佛号之外 往下走一点 那么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在最接近佛陀的时代 那么佛教的这个生团 他们开始这个三称佛号是用这样的一个巴黎文的拼音 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秀在荧幕上的不是巴黎文 这个已经是巴黎文的罗马拼音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那个罗马拼音 所以我们希望请大家大家合掌来跟我来练习 以后我们在中文版的南母本师释迦牟尼佛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念巴黎文了 所以首先要请那个惠灵菩萨先熟悉 就说而且我向你练习一千零八百次好吗 每天就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请你反复的练习 你也可以把我现在练的可以把它录音下来 请大家一起合掌 我们先念中文念三遍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一起来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句话如果是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样念过去是一个方式 可是如果我们为了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个前进的 一种对佛陀的一个敬意 这个时候我就会拿摩 拿摩稍微顿一下 拿摩然后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用这个方式好不好 我们再练习一下 来三遍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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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华语的世界里面 这个拿摩初学乎的人都变成拿摩 这个其实也我觉得诚心最重要 那么他的那个巴利文的原文 我们知道佛教的历史语言的变化 最早在佛陀的时代 那个语言我们现在已经不熟悉了 可是在佛教的历史发展里面 有一种语言跟佛陀 那个时代语言最接近叫巴利文 PALI PALI 那么这个巴利文是最接近佛陀时代的这个语言 然后他的那个发音什么 拿摩就是NAMO 所以这里就要知道 这个拿摩是什么意思 就是归敬 礼敬的意思 所以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就是礼敬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这个本师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英文的叫做root teacher 就是我的根本的 本师就是 那个本就是根本 就是我的根本的 最根本的 最初的老师 就是说从释迦牟尼佛 他大彻大悟之后 所以他是我们的导师 那么因此我们开始就NAMO 就是巴利文的发音声NAMO 然后大家一句一句跟我来好不好 NAMO TASA NAMO BHAGVATO ALAHATO SAMMA SAMBU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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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会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那我们现在先把发音学会 然后我待会再教大家怎么唱 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这是一个语词的一个语尾的变化 是发音的变化 我们再一次 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那么我们一次把它念完这样 我念慢一点然后大家就慢慢的跟上来 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那么Sama Sambuddhasa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者 那么我们再来跟着我念一次 我念慢一点大家也慢慢的跟上来 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然后在八六文平常的都是用唱的 所以它就会唱 所以它就会唱 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那么大家慢慢跟我再练习一次 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T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这样我想大家慢慢熟悉 今天第一次可能同学不守没有关系 慢慢来熟悉了以后 我们就以后不会更来 就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念到恰到好处 然后接下来下一段 所以我们以后开经记是在接着 这个三称本师圣号 接下来就是开经记 那么这个开经记 这个英文的部分我们平常不念英文 不过让大家知道说英文里面 一行禅是怎么样去翻译这个开经记 英文一行禅是这样翻译的 它说The Dhamma is deep and lovely 就是这个正法它是非常盛深的 而且是什么 lovely它把那个微妙翻译作lovely 这是比较通俗的翻译方法 那么无上圣生 圣生英文的意思通常我们是用perfound 然后微妙是incredible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翻译作那个 immeasurable incredible可能是更好的 因为微妙是不可言的 然后呢第二句 we now have a chance 我们现在有个机会 to see 我们现在我今见文 然后怎么样呢 跑掉了吗 to see study 见文 得受词 那么受词就是study and practice 就是我们今天有这个机缘 我今见文 我今要一个机缘来见文 然后受词 所以we now have a chance to see study and practice practice就是修词的意思 修词的意思 然后we vow 我今见文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么一行禅词的翻译就是说 we vow 就是我现在是愿 to realize is true meaning 我发愿我要真正的去了解 它的真实的意义 真实的内涵 所以we vow to realize is true meaning 这是英文的这个翻译 我觉得西方人会比较容易理解 好 再往下 然后呢 底下就是八立文的三规一 第一段的那个八立文是三称本师圣号 然后现在第二段是开经济 第三段是三规一 那么三规一 可以字在稍稍大 可能也差不多了 应该同学还看得清楚 好 那么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身 它的八立文我来慢慢念 然后同学慢慢地跟 这个在八立文里面 那个寿词放在前面 它就会有语尾有一点变化 所以第一个规一佛是什么 是布达 布达 布达 其实我们是发音 平常佛是布达 可是它作为一个寿词的时候 它语尾的变化叫布达 达 所以大家跟我念一词布达 然后呢 规一就放在前面了 布达 沙拉拉朗 沙拉拉 learnt 然后法呢 就是达玛 可是他放在这个作为一个寿词 它语尾的变化就是加一个AM 所以达 嘎 那意味 沙拉拉 burdens ród达没 那余儿就加一个AM 所以叫做sangam 大家发音来 sangam 然后salaram gachami 那大家慢慢跟我来念一下 Budham saram gachami 轻轻扣一下 然后tamam saram gachami sangam saram gachami 那么这个是三规一 那么三规一这个如果翻成英文 你看一型残滋他的这个翻译 那么英文里面我们看一型残滋的这个 英文的翻译很美 他说I take a refuge in the Buddha with you just 避难的地方 就是这个三界火宅 我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那么那个避难的是什么 佛陀是我避难的地方 所以三规一在八立文的意思是 我找到我生命的避难处 庇护所 避难也好 庇护也好 就是我找到了我生命的庇护的这个地方 那就是佛 所以I take a refuge 我找到了那个佛陀我生命的地方 in the Buddha 在佛的这里 然后这个佛是什么 佛是the one who shows me the way in this life 是指引了我这个生命的道路的 所以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佛陀所 那么大家来跟我一下那个英文的翻译 中文的翻译 所以接下来 慧玲往下走一点 好 这个时候呢 中文的翻译就是 佛是指引生命道路的导师 大家跟着那一遍 佛是指引生命道路的导师 那么我想这里呢 可能加一个字 是 加两个字好了 这里加一个字可能会比较贴切 贴近一行禅制的原因 就是佛是指引我生命道路的导师 加一个我字 佛是指引我生命道路的导师 这样我讲就会更贴切 大家跟我念一遍好吗 佛是指引我生命道路的导师 不过呢 因为我们平常共修都是我们 那个邱北师兄 你如果用我和我们比较好 我们 我想我们参考邱北师兄的建议 我们就把它翻译做 佛是指引我们生命道路的导师 因为这是共修用的版本 就这样好不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接下面的一句话 来接下去 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请威努来念 佛是指引我们生命道路的导师 然后我们就用我们 汉传里面 原来的那个三规词 那么大家念一下 智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 那个一行禅之的那个版本 跟我们传统的三规词的 就可以前后可以对应 可以呼应 为什么 因为佛是指引我们生命道路 他是我们的导师 所以因此什么 我们归了佛以后 我们就要提解大道 就是我们生命真正的道路是什么 因为你看它的英文版本 等一下 往上一点点 OK The one who show us the way 道路 指引我们的道路 in this life 在这一生里面 指引我们道路的 那么往下 所以要提解大道 有这条大道 我们就发无上心 就是追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无上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汉传 原来的三规一文 是可以刚好相互的呼应的 所以我们这一段要念一次 自归佛当愿众生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所以我们以后 我们上课前的这个 我们就念这样的一个 就是维诺就念说 佛是指引我们生命道路的导师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一起念 自归佛当愿众生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再往下 然后第二段的时候 这个维诺就念了 法 法是增长我们 还是要加我们两个字 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 法是增长我们 慈悲以智慧的道路 然后接下来大家就一起念 自归佛当愿众生 深入金帐 智慧如海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 中英文的对应会非常的好 那么第三段 好 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个中文的翻译 深是我们修持和谐 与正念的共修团体 好那接下来就是 大家一起 自归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那这里我要做两点说明 就是说 三归一 为什么要加一个当愿众生 因为 不只是我归一 我们像所有的众生 我们都一起归一 都走到在这里 找到你身边最安全的 最安稳的 最祥和的庇护所 所以因此 这个归一就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像所有的众生 都有这个机会 get the chance 那么来一起怎么样 那么这里面 这是第一个要说明 为什么要强调当愿众生 第二个呢 因为这是大乘佛教 南传佛教 没有讲到当愿众生 可是我们在大乘佛教 我们就像所有的众生 都一起来发愿 一起来成就 然后第二个 统理大众 这两个字 这个统理不是管理 不是统治 不是管理 这个统理是什么意思 协调 调和 就是我们希望 大家加入了这个共修的团体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相互的协调 我们彼此可以调和 然后一切无碍 因为佛教为什么 佛是无上的尊贵 佛是究竟的开悟者 这个没有问题 法是真理 法是生命的这个实践的一种 究竟的真理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归一生 就是我为什么会把 这个佛教的共修团体 当作是我的生命的一个 究竟的庇护的地方 之一 因为三宝 而且你知道 这个三宝是一体的 佛跟法跟生不可分 这个生如果没有佛跟法 这个生 这个共修团体也会出问题的 但是呢 你有了生 却没有佛做指引也有问题 没有法来引导我们也会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生为什么在佛教里面 为什么变成三宝当中的一宝 就是因为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共修团体里面 我们要学会相互修理 因为我们都有很多习气啊 那么在生团在共修的团体里面 我们可能我会看到你的不对 你也会看到我的不是 所以我们就要彼此要相互的 做一些善意的建议 那么这个善意的建议 在佛陀时代的那个出家的生存 它就很清楚的规矩 因为在佛陀时代 生存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规矩 这是佛制定下来的 叫做布萨 请你把这两个字打一下 这个布萨呢就是开会的意思 在佛陀的时代 佛陀没有要建立生团的意思 可是呢 佛陀悟到以后 从菩提苏教悟到以后 他非常的感恩 他在苦行灵 六年苦行的时候 有五个人 五个最早的陪他共修的人 他觉得他要帮助这五个人 他要跟这五个人去分享他悟到的内容 所以呢 这五个人看到佛陀从苦行灵出来 第一个 在苦行灵里面 苦行的人 在古代的婆罗门教的规矩里面 苦行生啊 不能洗澡 为什么不能洗澡 因为你一洗澡你的修行就破功了 因为古时候的印度 就是古婆罗门教的那个时代 他们如果人的身体会有一种能量 这能量用古代的印度 你叫做tapa tapa tapa 他是一种身体里面的热能 然后这个热能呢 要通过苦行 譬如说苦行的内容之一 第一个就是要饿肚子 所以佛陀在苦行灵里面 有麦子他每天只吃一粒麦子 有米只吃一粒米 有芝麻一天只吃一粒芝麻 而且三种你们只能吃其中一种 所以每天要嘛吃一粒米或者一粒芝麻 或者是一粒麦子 这样熬过六年耶 所以这个tapa是对苦行是最根本的 第一个要去保护它 而且要让它生起来 第二个呢 除了要尽量的结实 结实到刚刚讲一粒麦子 或者一粒芝麻或者是一粒米 就一粒稻子 第二个不能洗澡 因为你一洗澡 那火就熄掉了 就是那个热能就熄掉了 所以苦行灵在森林里面是不能洗澡的 苦行灵里面不能洗澡 不过我想这也有道理啊 它每天吃那么少对不对 万一你这个冲个水 不小心可能受寒 那问题就很大啊 而且在森林里面因为森林里面很干净 有时候洗澡变成是多余的 所以第二件事情不能洗澡 可是释迦摩尼佛离开苦行灵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跳到泥连残河 哇 看到水牛在那个泥连残河里面泡水 尤其夏天 像现在这几天 你看这几天台北已经热得不得了了 所以你就觉得哇 泡到水里面多舒服啊 所以这个 希塔多太子从苦行灵出来 到了森林里面 第一件事情就是 跳下去 森林里面像水牛一样 就 冲了澡了 然后呢 冲完澡之后 他就饿得 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如果去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去看那个有一尊 就是古代箭陀罗时代 雕塑的释迦摩尼佛的那个苦行的像 是整个排骨都露出来的 而且那个肚脊的地方 如果你按下去 你按到了肚脊不是肚脊 而是什么 是你的那个脊椎骨的那个中间那一段 因为他根本身上没有肉了嘛 已经瘦到那个 真的所谓瘦得像皮包骨这样子 瘦到那个地步 我这一次在韩国啊 参加这个十天的 这个等于是 真的像短期出假一样 因为是跟南传比丘在一起 有来自 来自那个 泰国的 有来自印度的 有来自 尼泊尔的 有来自 Combodia 就是那个 Combodia 是柬埔寨吧 是不是 所以是跟这些比丘在一起 所以我们每天过的生活都一样 那么 我们那个用灾的地方 我们的灾堂很妙 我们那个韩国的法师啊 他很妙 他在那个灾堂里面供了一尊佛像 就释迦摩尼佛在苦行灵苦行的那一张像 这很有意义 我觉得 就是你想一下 你不要以为今天来 只是为了享受一顿 什么早餐或者午餐 他就让你觉得说 当你在用这个灾犯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 你跟释迦摩尼佛在身体里面苦行是没有两样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么 结果那个释迦摩尼佛在尼连长河泡了水了 泡了澡了 然后 有一个牧羊女 叫苏加塔 这牧羊女啊 她就熬了粥 这应该是古代印度农村里面的一种饮食习惯 就是用一种那个粥熬过的这个粥 然后呢 加一点什么微甜的 微甜的东西 这个粥 现在如果你去印度 有些高档的餐厅还提供 普通餐厅不提供 只有很高档的餐厅才提供什么 就是释迦摩尼佛开悟前的那个 吃的那个粥 还可以吃得到 微甜 然后每一年的那个佛誕节 就是魏塞节的时候 只要是南传的那个佛教的寺院 他都会提供这个粥 因为这个粥是佛陀开悟的质量 因为那个六年的苦行 其实他已经没有体力了 可是这个牧羊女座给他这个粥 他身体有体力了 所以他有办法在菩提树下 经过 最后的那个打坐 是在圣菩提树下的 就靠着这个粥 所以佛者有那个体力 进入圣身的金刚三昧定 就金刚三昧的这个圣身禅定 所以这个粥就变得特别的有意义了 特别重要 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 原来这个像韩国几个大的寺庙 传统寺庙 像松广寺 像这个海印寺 像这个通渡寺 他们每天找成那个粥 是要两点钟起来熬粥 有这个出家人专门去负责熬粥的 那个粥里面有一百多种的营养品 就要慢慢熬慢慢熬 所以这个对你打坐的体力是很重要 这个精神就来自佛陀在印度的苦行里 hold的第一碗粥 所以这个粥很重要 那么所以这个五个一直在扶持佛陀在苦行里面 苦行的这五个人 看到佛陀泡澡 就泡到河里面去洗澡 看到释迦摩尼佛 就是希塔多太子 接受了牧羊里供养的这个粥 他们觉得这个王子堕落了 他已经不值得我们去扶持他了 就离开他 离开他走到多远的地方呢 他们就走到什么了 走到一个地方 叫做陆野苑 Sarnas 最靠近印度恒河的一个最重要的圣地 叫巴拿纳西这个地方 是恒河两条支流汇河的地方 然后他们那五个人非常伤心 我们这样苦心的去扶持这个王子 没想到他堕落了 他看到王子在身体里面这样苦行 这样能够坚持 内心就是不断的升起恭敬了 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王子堕落了 他们认为堕落了 他们没有听到佛陀 我离开苦行灵说了一句话 四处非道 这个苦行灵这个地方 不是我开悟的地方 开悟不会因为苦行而开悟 开悟是要真正的认识诸法实相 才叫做开悟 苦行则是锻炼你的毅力 锻炼你的心智 但苦行不会保证你开悟 可是这五个跟着佛陀在苦行灵保护他的 这五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佛陀在圣菩利树下开悟以后 待了四十九天 就在这个菩利鞋待四十九天 然后佛陀用天眼一看 这五个人已经跑到了三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三百公里 佛陀那时候大侧大物之后 他已经开了天眼了 他一看就知道这五个人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然后佛陀就往那个方向走 沿着恒河就去找到两条自由会合的地方 叫佛陀那西 然后现在有一个 你去印度朝圣就会看到一个古迹 一个遗迹 就是这五个人 当佛陀靠近他们的时候 这五个人刚好在一个山丘上 在一个小山丘 然后圆圆就看到佛陀的身影 这个西达多太子的身影 然后他们五个人就商量好了 这个堕落的王子 我们不要理他 所以就拒绝看佛陀 然后佛陀就慢慢走进来 那个是有能量的啊 然后他们拒绝看那个佛陀身上放出来的光明 可是没有办法拒绝 他们抗拒不了那个佛陀放出来的光明 拒绝不了那个佛陀放出来的能量 释放出来的开悟的能量 可是佛陀越接近的 他们头越转不了 转不开 那是很自然的一种色受力 一种感应的能量 感召的能量 所以佛陀请他们坐下来 所以我们佛教史上第一次的 我们说三转法轮 那么第一转 就是这五个人就坐下来了 然后就听佛陀发出非常慈祥的柔和的声音 然后跟他们讲四身体 讲苦及媚道 第一个要认识苦是生命的本质 我们只要出生到这个世间 所有的生命 胎 卵 私化 四生 所有一些众生 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苦 所以我们要必须去探讨苦的因 那么这个苦的因就是十二因元法 十二因元法的内容 我们课堂上讲过很多次 这个内容就是极圣体 就是四圣体里面 第一圣体是苦圣体 第二个圣体是极圣体 就是苦的因 苦是果 苦的因就是极圣体 那么明白了苦的因 接下来要知道 这个苦是可以转变的 苦不是绝对的 苦是生命的本质 但苦不是生命的究竟的真理 生命的究竟的真理是告诉我们 这个苦是可以转变的 是可以升华 可以转化的 所以第三个圣体叫做媚 媚是媚什么 媚苦 苦是可以媚的 邱别师兄你扣这个庆太客气了 你扣庆不是你在扣 是你心中的佛在扣 所以你要非常自信的 非常肯定的 好不迟疑的好不好 扣 OK 来扣一下 太用力不行 最大的力量是柔软的 所有刚强的东西都没有力量 柔肉胜刚强 这老子的话有道理的 再扣一下好不好 再加上一点信心 不是加力量 是加信心 很有信心的 就是这样 如是我闻 OK 好 谢谢秋别师兄 所以 这个媚圣体不是消媚 这个媚是什么 是苦是可以归以极媚的 苦不是绝对的 不是必然的 苦是生命的本质 苦是生命的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这个苦是可以极媚的 是极 为什么要加一个极 就是它可以很宁静的 不来干扰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 媚圣体 媚圣体是什么 是生命的另外一个可能性的结果 所以它是果 你已经扣出那个极媚的味道了 很好 要有信心 这一点信心不能动摇 然后 那么媚要有媚的方法 所以 这个媚的方法叫道圣体 这就是 因 道圣体就是因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佛教 就是佛陀在圣离开 就是圣扑尼在开悟之后 他对吴比丘的第一次的这个开示的佛法 我们可以把它过来为双重因果 第一重因果 是世间法的因果 第二重因果是 从世间法的苦里面 超多出来的 转化出来的那个什么 初世间的因果 双重因果 所以 世间的法是流转的 世间的法是轮回的 而初世间的法呢 是解脱的 是寂静的 所以整个佛法 归纳起来就是双重因果 那么这个佛陀讲这个 世圣体 我们在历史上有个讲法叫三转法轮 就是佛陀在三个不同的经验里面 对世圣体的开示呢 有三种不同层次的开示 那么这个我们以后再慢慢 跟同学们来讲这个世圣体的 怎么样三个层次的这个开示 请你回到世圣体对 我再简单归纳一下 苦圣体 对我们来讲最直接了解 就是人间有八苦 在我们现实的人生有八苦 那么极圣体呢 是告诉我们 这个有十二因缘法 是我们 是所以苦的因在那个地方 苦的因缘就在这个极圣体 那么魅圣体的告诉我们 内盘极境 这个内盘两个字 尼瓦拿这个字 我们会这样子 常常会常是一种不必要的误解 就以为 内盘就人死掉了 所以叫内盘 人死掉是轮回 人死掉 离 进入内盘还十万八千里了 所以死掉不等于内盘 死亡 只是轮回的一个转折 对不起 你可以续文字吗 所以这个极魅 这是要通过一个什么 八正道的因 才有可能达到 极魅的内盘的果 那么这个 魅这个 其实这个字翻译得太好了 因为我们刚刚解释过 魅是什么 魅苦 所以魅圣体的意思是 苦魅了之后的那种 生命的安详 寂静的状态 所以叫做魅圣体 那么道圣体呢 就是八正道 就是如何在生活中 实现八正道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到了 大致论第十九卷 我们还要详细的跟同学们讲 从南传原始佛教的观点 怎么样讲这个 这个八正道 怎么样讲这个 这个道圣体 到大致佛法里面 又怎么样来解读这个八正道 那么有详细的解说 就在大致论第十九卷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 大致论论第十七卷 就是禅波罗蜜 然后这个禅波罗蜜告一段之后 我们后面接着 马前要讲波罗波罗蜜 整个大致论最精华的 就是在第十八卷 然后呢十八卷之后 第十九卷就进入三十七道品 其中包括八正道 包括八正道的这个实修的方法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佛陀我们今天归一佛 然后呢我们要归一法 这个法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八正道的修行 具体的修行方法 那我们再回到最前面的那个三归一 所以我非常的认同就是一行禅师 对三归一所做的这个 对三宝 归一三宝这个三宝的做的定义 定位 比如说讲到佛是什么 佛的角色就是 他是指引我们生命道路的导师 Root teacher 然后讲到法呢 法就是开示我们 慈悲与智慧的道路 然后接下来就是生 生是什么 就是我们修持 我想这个地方我想和谐 他的英文的原文是说 Harmony and awareness 就是和谐与正念的共修团体 但有时候我们我想也可以啦 就是这个地方就不用再改了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开始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作为我们呢 这个共修的开始 就是三称佛号 然后第二个 同学慢慢熟悉就好了 不要为这个事情给自己压力 然后呢开经济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三归一 那么三归一就按照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式 那么 因为我们现在同学主要都是我们讲华语的嘛 所以我们就以华语为主 但是在最前面的那个三称佛号的时候 还有就是三归一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念巴黎文 就这两段我希望让同学慢慢熟悉 以后你再参加一些很多国际的这个会议啊 活动啊 这个现在念的是什么 我想对大家也会有帮助 我想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全面的开展我们的一个 学习佛法的这个面向 不同的面向 那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谢谢 我们就被菩萨很客气 所以他觉得好像太用力了一点了 好像有点 好像做错事情的感觉是不是 为什么你刚刚会马上摇头 麦克风 为什么你刚刚会摇头 觉得失念有点失念 同学们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当你觉察到说 刚刚这样的是不是太用力了 因为我要传递的是佛陀的那个慈悲 智慧的那个觉醒的声音 那我如果太用力 是不是就离开了中道呢 所以太用力不太好 所以你马上摇头 对不对 那你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 秋辉师兄 你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 即使有时候蛮难的 你说敲到刚刚好是 我反对用敲这个字 扣了 扣去扣了 适当很难 好 我希望同学们记住 这个是我们大智度论课程中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学习大智度论 我们学习六波罗蜜 不是要保证我们不会做错事 而是要保证我们如果做错了 做得不妥当了 我们马上觉察 我们整个修行这条路上 六波罗蜜的实践 最关键的成就 最关键的成就 就是我们保持觉察 所以我们 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带同学们一起来研读 韩国的侵辱大师 就是普照国师 他写的那一本 真心直说 真心直说告诉我们的 第一个重要功夫是什么 觉察 所以我很高兴 当你摇头说我是无比的高兴的 因为你说 我发现我觉察到了 好像有一点 忠道不足 对不对 然后你觉察到好像 我在扣这个沁的 那个出手的那个当下 我可能失去正念 就是我那个正念是不够的 好 请所有同学们都记住这一点 因为 觉察到你在正念的状态下 扣这个沁 跟觉察到你的正念有所不足 然后你扣这个沁 对错不重要 是不是恰到好处不重要 重要是我觉察 就是说我们一直要保持在觉察的状态里 这个才是重点 了解我意思吗 然后你觉得 我就说还要哭 然后马上摇头 然后我就发现 你有点不好意思 是不是 OK 请记住 我们在课堂上一直提醒大家 不能够有罪恶感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是多出来的东西 我们重点是守住那个 刚刚那个我们 这个思维菩萨讲 这个思维两个字真的很好 那个他提到说 为什么要 肩住正念 随顺觉性 我们的重点是肩住正念 而且随顺 而且回到觉性上面来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一种 好像我做错事情的那种 不好意思 那个是多出来的 你了解我 那个是我们正常的觉性的一部分 但是 那个东西不是我们要强调的 所以你就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 然后你说 刚刚稍微重了一点 对不对 你就保持在那个觉知的状态 然后下次要扣的时候 跟那个觉知连结起来 所以你越扣就会越好 了解我这个意思吗 所以 请同学们要知道 其实有时候我常常会在 我们慧宁菩萨他在打字 或者他在做一些配合的动作 我是对他要求比较多一点 可是我不希望你有留下任何那个觉 好像我做错事情了 我没有做好的那种感觉 没有必要 重点是我怎么样在那个地方 我的觉性又更强一点 更明亮一点 这个才是重点 然后呢 我们刚刚前面提醒你就是说 你要非常有自信的 因为不是你在扣这个信 是你心中那个佛在扣 所以我每一次要扣之前 我要请佛 了解我意思吗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我反对敲这个字 而要一定强调扣 因为扣请 因为这个信也不是 不是一个好像金属的东西 不是的 这个信本身它就代表佛 它是佛的象征 所以我要扣请佛 然后我非常有信心的 我非常的安详的 扣这个信 那种一点也无所谓 为什么 有的人在打磕睡 你种一点他就醒过来了 也不是坏事 好吗 谢谢 我现在这一点意思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今天要请同学们回到我们大字论讲义第17卷开始的地方 讲义629页 就是我们大字论的讲义你看这一卷是特别偏幅也比较长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第17卷一开始的经 然后接下来后面的论 我们先大家合掌来 是出品中禅波罗蜜 然后经文大家一起念大声 不乱不畏故 因聚足禅波罗蜜 经是释迦摩尼佛说的 论是龙树菩萨造这个释经论来解释佛说的话 你看佛头就讲这么一句话 然后龙树碎不撞不畏 接下来就讲好 就把不争不畏这句话 非常简单一句话 描迹usz 开展出来大字论第17卷这么长的篇幅 然后我今天要先跳到我们的讲义 六百七十六页 六百七十六页讲义 七十六页的这个讲义上面 第二行 请慧琳来陪大家念一下 大家合掌 这是论 我们刚刚回到经 然后现在接着这个经下面 要进入这个论的部分 请大家合掌 父慈 不乱 不畏顾 明 禅 波罗蜜 如佛 告 舍利 佛 菩萨 波罗蜜 宗著 聚足 禅 波罗蜜 不乱 不畏顾 这里面我想跟同学们说明几点 第一 整个大致论是在解释 佛说的大品波罗经 这第一点 第二 佛说的经呢 经的这个部分都是非常简要的 都是提纲结领的 那么这里面 整个大事论历史记忆就是在讲一句话 就是禅跟禅波罗蜜 有层次高低的差别 世间 不管是佛教或者佛教之前 佛教之外 或者是 包括说现在我之前跟同学讲说我去美国 在东西岸找了很多相关的这个书呢 很多禅 但是 龙树不知道为什么要造这一步 是因为佛讲的大品波罗经 里面有关禅波罗蜜太深刻了 太重要了 所以 这个第十七卷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 为什么禅波罗蜜超越了所有的禅 包括外道禅 包括那种很肤浅的那种世间禅 所以这是第一层我们要了解 第二层我们之前也在我们的讲义上面 有跟同学们大类的谈一下 讲义六百六十七页 那么也特别提到说外道禅 生文禅 还有这个世间禅的种种差别 在六百六十七页的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要先跳到后面这个六百七十六页 前面我刚刚说是六六七 这里是六百七十六页第二行 那么这里是龙树菩萨 特别回应佛陀在大品波罗经这个话 就是父赐不乱不畏故 名禅波罗蜜 就是要达到禅波罗蜜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真实的境界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坚持住 不乱又不畏 如佛告摄利佛 这是回到我们前面那种经文 佛告摄利佛 菩萨布罗布罗蜜中住 就是整个大致论 是以布罗布罗蜜作为一个中心 然后从布罗布罗蜜去看布施布罗蜜 去看十戒布罗蜜 去看忍辱布罗蜜 去看金金布罗蜜 去看禅布罗蜜 最后达到布罗布罗蜜的 统色六布罗蜜的最高的这个境界 然后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第十九卷 讲三十七道品 讲四念著 讲四正琴法 讲八正道 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要回格到 用剥弱的智慧眼 来统设所有这一切的修行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要先从这个地方切入 然后再回到前面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是我多年来讲大致论 对禅布罗蜜这一部我想 用的时间最长 讲的内容也最全面性的一次 当然要细讲还有很多地方 这关系到说 很多不同的禅的一个修行方法 但是我是以我们汉传佛教 作为一个重心来讲这一部分的 目前 因此 问曰 这个就是龙著佛杀这个论呢 它是用问答的方式的 所以问曰 云和民乱 我们现在讲到不乱不畏 那什么叫做乱呢 好 我们看到龙著佛杀怎么讲 请慧玲带大家读一下 六百七十六页 第三行 一者为 二者出 为者有三种 一者一爱多 二慢多 三见多 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 佛教对这个烦恼的观察 对烦恼的分类 有粗有细 粗的烦恼就很多了 就是很多一种我们 所谓粗跟细的差别来讲 粗是看得出来的 有表现出来的行为 身口意上面 在身口二页上面看得到的 这个叫粗烦恼 那么为呢是心形 就是属于mental formation 就是我们心灵的部分 那是很细微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还有你的上师知道 具得的善知识他知道 平常你在想什么 你有什么微细烦恼 你心里面在胡思乱想 谁知道 不知道的 那是属于微的部分 可是粗的部分 那就很明显了 所以这里在讲细烦恼 就是微细的烦恼 那么微细烦恼有三种 这三种什么 爱慢见 就是你的心形当中 造成你的心里的那些散乱 各种形式的散乱 有三种动能 第一个是爱多 就是执着的心很重 爱然的心很重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根源 第二个慢性 就是我慢重 傲慢 这还没想到真上慢 这还只是一般性的傲慢 其实整个人类的文化体系 离不开这三个东西 爱多 慢多 第三个见多 见是什么 就是你的执着 就是你的偏见 偏见 好 看论文里面 龙书菩萨怎么进一步解释呢 请 请合掌 云和爱多 得禅定乐 其心乐着爱多 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在禅波罗命的这个 大的 范围之下 第一种 就是 如果你得到了禅定的喜乐 喜跟乐是常常会同时发生的 喜是属于内心的部分 热是属于身体的感受方面 那么你进入禅定的状态的时候 一定是喜乐并生的 同步会发生的 所以如果我们开始用功的时候 能够宪法乐住 在一切的这个当下 保持那种乐住 那种安乐喜乐状态 这是你跟禅相应的 第一个阶段的状态 可是喜乐的那种 多了之后 你就会慢慢变成一种执着 这个时候 这种执着 就是我们说 其心乐着爱多 爱多就指这一部分 如果你 你平常根本是什么 表面上说我在学禅 可是你根本 你这个人称恩心很重 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你那种 宪法乐住的这种气质 那 你这个禅是进不来的 所以宪法乐住是第一步 但宪法乐住再往下走 可能就会变成什么 爱 就是乐着爱多的这个现象 为此 这是第一个要警惕的 这是属于细微的烦恼的部分 第二个 请合掌 云和慢多 德禅时 智慧难是以德 而以至高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你看 我这个宪法乐住做得很好 那你就做不到 就有一种优越感 这里的那个慢多就是强调你的优越感 问题是我刚刚讲 人类的整个文化体系 就是不断的在壮大你的优越感 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不觉察 然后一直放任它 在细微处慢慢慢慢的滋生 那就会问题很大 就是我们修行上不容易相应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们要去警觉的就是 扑你的这种傲慢 第三个 请合掌 云和见多 以我见的路禅地 分别取向 事实于妄语 事 事实任何地方要加一个斗点 事实斗点 就是说 我们在禅修方面自己有一些比较相应的地方 然后就慢慢去说 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好的 那个是不好的 分别取向 为什么 因为你一开始用过的时候 你的我见就从来没有蒸发掉 你的我见从来自己就没有去觉察 所以你的我见就会随着你的禅修的境界的提升 然后那个我见就跟着水上传高 其实我们在所有的佛教的修行的法门里面 跟每一个法门的相应 都会让我们的我见同步水上传高 如果我们对我见没有警觉 后面一大堆的问题 所以 因为你分别取向 只有 我说的是为准 我说的才是对的 与其他人说的话都是妄语 你否定所有人讲的东西 为什么你我见很强啊 这个就属于见读 所以你没有发现 这个见读跟前面的慢读 其实是合为一体的 这个很妙 我们在讲到进入禅波罗命的时候 一个实修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 在我们的论文本身 就是前面这个地方 农处不知道讲得很清楚 在讲义上面六百五十二页 第三行 若能喝五欲 除五盖 行五行 行五法 就是五法这一段 你们发现呢 在行五法里面 哪五法呢 欲精进念巧会一心 巧会是什么呢 你看到六百五十二页 一二三四五 六 第六行中间 巧会明观察酬良欲介乐 出禅乐轻重得失 这个就是分别心 请注意 这个分别心是必要的 可是你的分别心 养成习惯之后呢 你就会开始滥用你的分别心 这个是就变成我们现在所说的 云和见多 以我见等入禅定 分别取向 这个就是分别取向 了解吗 就是你的分别心太强 你的巧会滥用 你过度的滥用你的巧会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呢 观察酬良 然后 你以为我讲的是真的 只有我讲的是真的 于 其他 你们其他人讲的话 都是妄语 不可信的 这也 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 我见作税啊 所以 我想同学们 我要再次要随时自我警惕 我今天讲这个话 我今天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 那个我有没有被过度放大啊 觉察到我 觉知到我 但是我会不会把它降到最低呢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这个地方 刚才那个逗点很重要要加上去 你的论文里面自己把它加一下 因为你这个逗点不加的话 这个话是读不通的 了解这个意思吧 好 慧玲 这一段总结一下 请合掌 四三 名为 唯戏乱 好 这里注意 以上这个 爱多 然后呢 这个 慢多 见多 这三种是什么 唯戏的 乱心 就是说 这个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得不到清净的 禅定 而且这个东西 如果你把它放大之后呢 你会发现 因为你爱多啊 那爱多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你就会 在你跟你身边之间 你就会发展你的 个人的那种情绪性的 那种偏执 就是 你如果没有觉察到这样的 怎么样保持这种很清净的 心的话 你的禅定的功夫越高的话 你发展出来的 庞大的烦恼体系 就会跟着壮大 所以为什么台湾有那种所谓 妙字辈的那种 莫名其妙的这个事情会发生 就是因为这些人啊 他没有在这里做细微的自我观照 自我检查 自我把关 那我是要提醒大家 我特别我常常在提醒我自己 就是说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一开始 就正本清源 本就那个根你要扎得很正 原是源头 你源头不要搞了一大堆染污的东西 很难避免耶 很难避免耶 所以我们今天讲什么 所谓妙字辈的那个 莫名其妙的一大堆怪事 其实那些人都是我们的禁止 因为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不会比他更好 所以我们不会发展的 比他更像样 更回归正道 因为人的心是很维系的 就是说 你只要稍微一放纵 一不注意 你那东西就做怪了 所以这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超越 你记住有两个东西要超越的 第一个要超越世间禅 第二个要超越外道禅 像我们讲什么台湾这种 妙字辈的这种怪现象 那个都属于世间禅 就他们禅有没有功夫呢 有 不清净 偏理的偏执的 好 你看农处不知道下面怎么讲 惠妮 请合掌 从事因缘 于禅定退 起三毒 四为初乱 请问三毒是什么 对啊 那种如果跟贪吃对应的话 你看贪 撑 吃 爱多就是贪 慢多就是撑 然后贱多呢 就是于吃 同学了解这个意思吗 如果我们没有在源头上正本清源 我们就非常容易 从你一开始 发展你的禅修 然后你就会不断不断怎么 壮大你的三毒 三多变三毒 这就是我们开始用功夫就要很小心的 所以我们要学到禅定的方法 有点禅定的相应的境界 不是最难的 难的是 我们是不是谨小慎为 一开始我们就很注意到我们的起心动念 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这么短的几行 却把我们修行用功的一些最要紧的事情 讲得这么清楚 这就是佛菩萨的智慧 佛陀只有讲一句话 不乱不畏顾 就把事情交代完毕了 有没有 然后龙树菩萨用这几行 一二三四 六行 就把那个四个字讲得这么细 而且还只讲了一半 因为这只讲不乱 那不畏呢 好 请会您接着 请合掌 为者初得禅定 一心爱要 事为为 好 请来解释一下 慧玲 你试试看 解释一下 就 得到禅定乐以后 就爱着这个乐为 为这个事 你能不能用白话来讲 为 就是爱着 白话 我要你讲白话 就是贪 贪着 这个字有点 有点出炉 比较好 用比较通俗的白话来讲 明正雄 有没有 有那个味道 但还不完全是 有那个味道 但还不完全是 有没有这样子的台语 我还不晓得那个台语 秋北师兄听过吗 有没有听过 我好像有个家义的朋友 我讲说那个人好像对什么 他是不是比较丢啊 我有听到他讲过 我讲过 丢到啊 他都比较丢 OK anyway 我想大概大家可以揣摩出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味就是说你沉迷在里面 你好像 秋北有没有哪个字可以更贴切的 成立是他的现象之一 就是说 用 我所以要推销这个用闽南语讲是因为 闽南语是中原古音 那个王师兄 陶醉 陶醉刚才有人讲 就是说 接近这个意思 但是我需要用白话 讲的更 更直接 一下就听懂 这样 慧玲的闽南语也不知道好吗 没有台湾话有一句是吊 吊 吊 就吊到啊 是不是 对 黏住了 有点就黏住了那个感觉 魯正兄你的闽南语可以吗 那个已经是 比较现代心理学的解释了 没关系 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意思 也许有时间大家一起来推销 好 那么 好 慧玲请你接着好不好 因为这个话还没讲完 请合掌 问曰 一切烦恼皆能懒拙 何以淡明爱为谓 答曰 爱与禅相似 何以故 禅则设心兼注 爱意专着难舍 好 请同学注意 这个地方 融述不上 这个话呢 就很重要了 就是不乱不慧过那个不慧 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就是爱跟禅 有高度的心理上的相似性 爱与禅相似 爱与禅相似 所以这里的味其实有点上瘾的意思 上瘾 上瘾 明正兄你是云南人 云林 魂林 魂林 你们那里怎么讲 上瘾 重点我们今天讲的这段话 是要提醒大家这句话 爱与禅相似 就是我们讲的上瘾 就座禅也会上瘾 所以那个 隆祝不上 在禅波罗民那边 特别提醒我们 就是说 有的人因为 他沉迷陶醉 然后对这个座禅上瘾 所以他不愿意处理世间的事情 他不耐烦与大众共住 那声团里面一定是大众共住的 而且我这一次在韩国的这个 十天的这个 等于是准出家吧 我就发现 为什么声团的生活 那么重要 因为你要真正要去掉你的我值 要翻转你的这种 世间的繁复的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方式 声团的共住是一个第一个重大考验 因为你在声团的共住里面 你其实是没有个人的 没有私生活这三个字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要从根本上去翻转你的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繁复的生活 你必须要融入声团 所以我这一次在韩国 对我来讲最震撼的是什么 日本的佛教的衰落 是因为出家生团在家化 这是这几百年来 日本的佛教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出家没有出家人 他只是生子人员 所以造成日本的佛教的严重衰落 就是极度的世俗化 可是我这次在韩国最震撼的是什么 是一个潮汐中出来的一个 年轻的法师 他在汉城在首尔 竟然跟随他的那个几十万人 几十万人 全部都是在家中 而且在家中 却过着出家人的生活 守出家人的戒律 这是一个 几乎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我就见识到这件事情 而且你要成为这一个 这一个教团的这个志工 你一开始报名就要求你 要三个月苦行 三个月 而且三个月之内 你报到的前三天 要完成一万败 那几乎就不能睡觉了 一万败 如果这三天你过不了 你就自我淘汰了 然后可以这么多 在韩国这样的从北到南 多少人 多少人 像那个我报到的那一天 因为我是第一个报到的 我从台湾去那个航班的时间的关系 我第一个报到 然后不一定好学生 但是很用功的学生 好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人 他在一个很大的公司上班 然后他跟公司请假三个月 然后就为了完成这个成为 这个教团的志工的第一个要求 三个月请假 你不给我请假我就辞职 不干 然后可以 几年之内 今年他成立三十年 全韩国 就是南韩 有一百六十八个分别院 而且每一个人每天要做定课的 自动自发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日本的佛教因为出家众的在家化 走向衰落之路 而我们却在韩国看到一个年轻的法师 然后他透过这样的一种 带领很多的这个 这个在家菩萨 然后过着生团的 出家生团的戒律生活 我报名三年才准我参加 每天早上三年半起床 四点上早点 然后一直要忙到晚上十点钟 熄灯 所以 我是要让同学们知道说 这里面提到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 爱与禅相似 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 就是说我们在禅修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 我们对另外的一种 精神境界的这种享受 产生的执着了 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在讲禅波罗蜜 我希望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照本宣科 就是说不是一页一页一句一句 然后一段一段的细讲 但是我希望我们把它统合在一起 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就是说 原来禅波罗蜜 有这么丰富的这样一个多元的 一种修行方式 但是根本只有四个字 不乱不畏 请同学们跟我念一下 不乱不畏 那么不乱 比较容易觉察 当然也有维系乱 维系乱的部分 然后那就需要很深的功夫来自我观照 但是还有很可怕的是 唯细味 因为爱与禅相似 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都是一个大原则 但是大原则如果你舒服了 可能就会 后面会很多 由细微而变成壮大 而且是根深蒂固 牢不可破 牢不可转 所以 我比较秋白师兄 我看你这两年也特别在禅修上用功 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就对佛陀到龙处菩萨 这个不乱不畏的这样一个表达 听听你的看法 待会我们也想听听看 惠灵菩萨的想法 没有 禅修没有 没有那个 我没有跟你说很高很深 我现在讲一般的 一般就是你 你当你听到不乱不畏这四个字的时候 你的感受 禅 其实他就是 也是要求至少是一定要不乱 那 畏灼的话 可能是 可能要到禅 达到一定的 一定的 一定的程度以后才 才可能会比较有畏灼的地方 其实初步的禅 应该都是 追求的是至少要不乱 谢谢 慧廉菩萨 慧廉菩萨你这个禅修的 功夫下的更深 因为乱的话就是 刚刚龙树菩萨有解释就是爱慢见 那其实爱慢见 这个就是一个我直的一个展现 就是有一个我 那个我向我直的一个展现 所以禅定他 如果 成立在这种乱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跟禅菩萨蜜 就不是佛所说的禅菩萨 那因为 有一个 一个我 一个我 一个我爱 然后我慢 我见 那你这样子 进入这样的一个禅定 那当然会 会是爱灼 会爱灼他 就会起贪嗔痴 所以 在 你现在讲的是不是有一点 文字上的一些 轻度的混乱 我们说 为是爱灼 是 那我现在讲的是说 可是 如果你 你刚刚讲说什么 爱慢见的时候 然后你把那个爱放大 变成爱灼 那你怎么样区别这个爱灼 跟我们现在讲的 为这个 成立这样的一个 我现在讲的是这一部分 我来简单的概括一下 总结一下 当我们说 我们以波入为中心 然后我们再行禅波罗蜜 请记住 如果 这个时候的禅 跟波罗 波罗蜜不相应 它就不能叫禅波罗蜜 所以每一次 我们加上波罗蜜 这个名字 paramitar的时候 你要记住 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是把禅跟波罗 结合在一起 所以从波罗角度来看 如果 我们从布什波罗蜜 开始我们强调 那 布什波罗蜜就要知道三轮体空 就是 主角的我 以及我对应的对象的 或者是说 我修了这个法 那么我跟他之间 就是 我 人 还有这个 当中媒介的这个体 就是这个媒介者 比如说 我是布什者 然后接受我布什的对象 然后加上 这个布什的东西 这叫三轮 就是三个 怎么讲 就是整个结构的那个 一部分 分成三个这个部分 三个支架 那么如果我们在修禅波罗蜜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三轮体空 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三轮是指哪三轮 第一个我是修禅的人 然后我所修的这个法 那么这是 就是 就是 你为主的禅修者 以及 你所修的这个法 那另外一轮是什么呢 就是 你在禅修的过程中 你所对应的众生 就像说 我布什 我有布什的对象 这是众生就是 就是你的对象 布什的对象 那最重要的是 你修了这个禅这个法 所以你必须不乱又不畏 那布乱的部分强调 怎么样去除爱慢见 怎么样去除 贪嗔痴 那么在 这个 我们讲那个禅波罗蜜的时候 我们讲不畏的这一部分的时候 是因为 你如何避免 对你修的这个法 开始产生另外一种 维系的执着 维系的上瘾现象 我们真的看他会有这样的人的 就是说 我觉得不一定像那个邱北师兄讲说 他一定要禅修到很高境界 才会到达未的境界 其实你一开始禅修 你就会开始 就有上瘾的倾向 因为我们 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们最近会请那个 章里章师兄来跟我们谈来果禅师 来果禅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是什么 他说禅修者有两种现象 开始修禅的人 心静 请你帮我打字 心静厌宣 通常 开始禅修的人 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叫做 心静厌宣 就是我喜欢安静 你们太吵了受不了 然后那个比较刮躁的人 我不跟他往来 然后呢 这个 来果禅师他提醒我们 他说 如果你一开始禅修 你就渐渐养成这个心静厌宣 将来你走的路叫做阿罗汉的路 你只能走小乘的路 因为 禅 是个人 宣 就是大众 你妈妈只会喜欢我独处 然后我讨厌你们大众 只要大人都很吵 所以他要求所有 学习禅修的人 一开始要养成一个习惯 请你把那四个字倒过来 心 宣 厌 静 他说我希望所有禅修的人 一开始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叫做心 宣 厌 静 就越吵 我越容易入定 起人不吵 我看你在笑是不是已经很相应了 那是理想吧 因为你只要吵的话 其实你是不容易心静下来的 我们很容易受到干扰 但是我从小有这个体验 因为我中学六年都是 坐那个火车 通学的 所以我每天要来回坐四个小时的火车 火车上都又挤又吵 可是我很奇怪 我在车上我就很能读书 我的意思说 你们在怎么吵 好像不影响我读书这件事情 所以从高中开始我就被试书 然后我喜欢读金刚经 我喜欢读王阳明全书 我喜欢读宋元学案 那个都是要很安静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我那个从小的一种 成长的环境 我就慢慢养成一种 我不一定新鲜 但是我可以处在喧闹的环境里面 但是我心很静 乃果禅师 这个话呢 其实是有历史的背景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扬州高敏寺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方丈和尚 德令老和尚就跟我讲一个故事 他说扬州高敏寺的位置 是在南北大运河的中间点 所以北方的船 往南方一定要经过扬州高敏寺 因为它是一个运河中间的一个小岛 所以南来北往的这个船 一定要经过扬州高敏寺 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无线电 没有什么这个讯号灯 所以怎么样 就是只要这个船 南来北往 只要经过扬州高敏寺 他就要敲头打鼓 让对方 就整个警告 我们这里有船要过来 然后乾隆皇帝下江南 到南方到江南的第一个点 就是到了扬州高敏寺 那因为它是运河的一个中间点 所以他下的船到江南的第一站 就是进去扬州高敏寺 他说怎么中国这么好的一个残修的地方 很喜欢扬州高敏寺 他回北京就下来一道御令 皇帝的御址 所以所有船到了扬州高敏寺 不准翘楼打鼓 就不准了 那这个也是为了扬州高敏寺的出家人 座禅方便 可是扬州高敏寺的出家人 这个座禅就不安稳了 怎么少了一个什么声音 了解这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心宣厌禁惯了 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你再怎么样喧闹不影响我坐禅吗 所以他们就跟这个皇帝 上了一个报告说 你下了这道令是很关心我们 可是影响我们坐禅的效果 你们能体会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不乱不畏顾这个不畏 有它现实面的一种自我考验的需求 需要 就是我们像同学们要养成一个觉知 不因为说我要专心禅修 然后我就讨厌这种任何的喧闹吵杂了 我必须要学会我接受它 而且我可以跟它相适应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么我们 我们那个张老师会跟我们上一堂很好的课 然后呢我们7月12号 我请那个张老师给我们上两次课 7月12号他也还会来 我现在大家可以准备一些问题 来跟那个张老师好好的对话 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一段话 请惠玲帮我做一个总结 刚才那段还没念完 请大家合掌啊 请合掌 又出求禅时 心专欲得 爱之为信 欲乐专求 欲与禅定 不相违固 既得禅定 懒着不舍 折坏禅定 譬如诗人物 避忘献报 折无福德 余禅爱生 爱酌余禅 亦父如是 事故但以爱名为 不以余节为味 那么这里是说呢 什么叫余节 就不以其他的烦恼 因为我们的烦恼有很多性质 贪嗔吃慢疑 那么跟这个禅的一种 学习的过程最接近的是 贪这个字 就贪爱 所以这一段话是对我们 是一个很重要的警惕 所以佛陀了不起 他一开始就告诉你 禅波罗蜜的原则四个字 不乱不为 就不落两边了 这是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龙树菩萨这个解释 就更加清楚了 而这里就回归到 我们讲禅波罗蜜是 禅与波罗相应 因此必须实现 三轮体空的大前提 那这是我们今天先讨论到这儿 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讨论 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掌 恭念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运皆空 度一切苦恶 摄例子 摄不亦空 空不亦色 摄即是空 空即是摄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摄例子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真不解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射身相畏触法 无眼界 乃自无异世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境 乃自无老死 亦无老死境 无苦即灭道 无知亦无得 亦无所得故 菩提沙多 依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进涅槃 三世诸佛 以波罗波罗蜜多故 得阿妞多罗三妙善菩提 故知波罗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也 跟陆 Prot hätte 自己的呼 participating voor VI UM OFVAN 辽大的 動画 最ilight 便是从总以外 需要。 我的声明 Bodhi Swaha Gade Gade Para Gade Para Samgade Bodhi Swaha 回向 愿消山葬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稀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大 大众各自回向